明朝人迎宫变,十六个宫女一起上,为何却乐不死一个家境地? 明朝最出名的,大约是奇葩的皇帝,狠毒的太监,残酷的刑法。 可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,明朝还有中国最牛的宫女,家境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夜,天气阴沉沉的,一颗星星也看不见,刺骨的寒风像利刃一样,直刺人的心窝。 紫禁城里,寂静得让人心慌,站在各处的小太监们不安地东看看西看看,一切似乎在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 大家好,这里是佛学典籍,点个订阅,让我带你一起播开历史的云雾。 看见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当晚,明时宗诸侯总夜宿在端飞曹市的宫中,正当他睡得四死珠一般时,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了。 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位宫女,悄悄来到了嘉境地诸侯总的床前,他们不是来侍寝的,而是来杀人的,杀皇帝诸侯总。 宫女们一拥而上,七手八脚按住诸侯总,他们分工明确,各负其责。 姚书高蒙住诸侯总的脸,又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。 行翠莲,王怀香按住诸侯总的上身,苏川耀,关眉秀,抓住诸侯总的左右手。 刘妙莲,陈菊花按住两条腿。 杨玉香把一根黄陵布递给杨金英,杨金英拴上绳套, 姚书高和关眉秀两个人就用力去拉绳套,想把诸侯总勒死。 但是,无论如何用力拉扯,诸侯总却迟迟不死,宫女们渐渐害怕起来, 因为她果然是真龙天子,有不死之身。 其中一个宫女张金连见识不好,便起了叛变之心, 竟然跑到不远处的昆宁宫,把情况报告给了方皇后。 方皇后急忙带人赶到,姚书高见到方皇后, 上去就打了她一拳,随后,赶来的太监和卫士迅速制服了这些宫女, 奄奄一息的诸侯总得救了。 其实哪有什么真龙天子,不死之身, 不过是一群宫女,在高度紧张之下, 把绳索打成了死结,使不上力, 否则十个诸侯总也勒死了。 此事发生在嘉靖朝人寅年, 所以史称人寅宫变,诸侯总被勒了许久, 加上惊吓过度,起席将军, 御医们都不敢下药, 唯独太医院时许身冒着万死, 吊军要下肢。 三四个时辰之后, 诸侯总喉咙才有了动静, 去紫血树生, 虽能言,又树计而育, 诸侯总虽然没死, 但是受到了惊吓, 对他乃至大明王朝, 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 仁寅宫变后, 诸侯总开始潜心修道, 不理朝政, 严嵩专权愈演愈烈, 家境朝由盛转衰, 这么多先弱宫女, 齐心协力, 想杀死一个皇帝, 在中国历史是不多见的。 那么, 宫女们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性命, 要这样做? 诸侯总即位不久, 下令沸佛重道, 沉迷于道学方术, 大半寄身仪式, 大兴土木剑玄帝宫, 甚至连正式, 刑狱也由方术决定, 诸侯总贪恋女色, 纵语无度, 用虐带童女的方法来, 炼取长生不老药, 认为服侍后可撞外强身, 诸侯总最宠信的方式之一, 陶仲文。 浸现了一个秘方, 将处女月经和药粉, 经过半货, 备炼而成, 形如沉沙, 未知红迁, 据说这些药物能够起到强身健体, 和增强X欲的作用, 诸侯总深信不疑, 为了炼制丹药, 强迫宫女们服食催精下血的药物, 并且在荆棘时, 只能吃丧叶, 喝露水, 宫女们苦不堪言, 失血过多, 甚至血崩者不计其数, 因此丧命多达二百余人, 诸侯总长期服食这类丹药, 阴须扬炕, 燥热异常, 脾气暴虐, 动辄鞭打宫女, 这么多宫女立场一致, 必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, 怕宫女们亲眼目睹宫内姐妹们宝经残害, 自知这种灾难, 早晚会降临到自己头上, 因而才决定拼死一搏, 他们明知, 无论能否成功, 死是在所难免, 但既然怎么都是死, 不如与诸侯总同归于尽, 家境中兴后, 明朝经济, 政治发展逐渐趋于稳定, 失踪诸侯总建国家太平, 认为其已完成作为皇帝的职责, 开始懈怠, 逐渐不思进取, 思想, 行为日渐腐化, 因从小接触到教文化的缘故, 诸侯总逐渐开始迷信方式, 尊崇道教, 爱好长生不老之术, 其在全国范围内尊道义佛, 宣扬道教, 在身边聚拢大量方士与道士, 同时为父母与自己加封道号, 用以神话自身, 并且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, 大事兴建斋教, 日沉迷修道炼丹, 朝堂上大小正式的决策, 不再询问朝中大臣, 而是聆听道士指点, 到后期甚至二十年不理朝政, 不仅如此, 诸侯总甚至要求百官一同摘教, 并派亲信监察, 在皇帝的高压与诱导下, 朝廷众臣也纷纷加入修道行列当中, 大臣征产魅取荣, 神仙倒四日吉, 百官的晋升贬替, 不再看能力得行, 而是取决于是否诚心修道, 家境中后期, 诸侯总沉迷道家学说的程度加深。 方氏, 道士们也时常利用诸侯总梦想长生不死, 和凌锐现象的迷信思想, 履行诈骗之术, 愚弄诸侯总, 使其每年仍在不断修舍斋教, 道场, 使本在嘉境中兴风营的国库逐渐消失, 造成明朝政局, 名声更加动荡, 其中, 宫廷中的宫女, 因为诸侯总的追求成仙, 而被极力压榨, 据明史记载, 世宗诸侯总为追求长生炼仙丹, 派人到处采集灵芝, 且为满足自己修道, 大量在民间征兆14岁左右的幼女进宫, 每日裁补她们的处女精血进行炼制丹药, 其为保持宫女们的捷径, 迫使她们在月事期间不得进食, 只能吃一点桑叶, 饮用一些露水, 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, 而诸侯总也因屡次仙丹炼制失败, 性格开始变得多疑和残暴, 常常因为宫女犯的一点小错, 而命人将其活活打死, 当时民宫中的宫女接近千人, 被处罚而死的, 居然多达二百余人, 一时间宫中人人自危, 最终, 宫女们无法再忍受其暴政, 于嘉靖21年发动了人吟宫变, 在嘉靖年间, 因世宗诸侯总不问政事, 边防之事逐渐懈怠, 加之朝中以严嵩为首的官员, 收受贿赂, 私吞军饷。 窝幻建起, 南窝北鲁国防之幻格局逐渐呈现, 嘉靖八年, 大臣霍涛尚书, 声称谋考会典, 洪武出天下填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, 历百四十年, 弃洪至十五年, 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, 施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, 户口亦然, 华语出七十六里, 至永乐减为二十二方里, 承洪又减为十九方里, 福大明二百八十年天下, 都市八年洪至称吉圣尔, 以开国草媚, 突语人应少富多, 承平百四十年, 应多顾少, 何也, 是始祖吉圣, 臣吉中, 天下吉至, 则国网建阔, 而历乃日归于百姓。 朝廷之而不问, 戴齐后, 朱以查冤为胜, 臣以心计为中, 尽得利, 增户口, 而天下事去矣, 即在成化, 洪至时期, 明朝人口不仅没有上升, 反而减少了二千五百零四万八千零五十二人, 且全国土地有一半皆沦为不征税田地, 后经调查, 这皆是由于众多诸名皇族利用自己的特权, 将明田强占为庄田, 而庄田则是免征田赴的, 这造成了明朝空前绝后的土地兼并, 加进二十九年六月, 蒙古大军君临城下, 安达率军范大同, 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春街战死, 因贿赂严松子严世帆而任宣大总兵的仇轮, 并无将至, 对蒙古大军毫无办法, 皇居无策, 只得以重金贿赂安达, 使仪扣他赛, 勿犯大同, 八月, 安达移兵东去, 八月十四日, 入谷北口, 杀掠怀柔, 顺意利民无数, 明军一处击溃, 安达常驱入内地, 应于陆河东二十里至孤山, 近通州东北, 汝口等处, 京师戒严, 酬鸾劫掠百姓, 民苦之甚于鲁, 除了大肆抢掠, 卫敌如虎, 还割死人头, 和平民首级冒攻, 严重影响了明朝的中央统治, 加境三十二年, 葡萄牙总督皮莱茨, 和安特拉德所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到屯门岛后, 想进入广东, 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, 葡萄牙舰队直接登陆广东沿海, 强行驶入内河, 开往广州, 沿途枪炮之声, 震动乘阔, 皮莱茨到达广州后, 便要求到京师去见明朝皇帝, 明廷命广东地方官, 给予所尽方物的价值, 遣回, 皮莱茨买通镇守太监, 获准与通事活者亚三等进京, 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却乘机进行抢掠活动, 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海澳, 葡萄牙殖民者所到之处, 公然搬运销黄韧铁, 沿海乡村都遭杀掠, 并且注视立寨, 做久居之计, 后强占了澳门, 并狂妄地宣称台湾为澳门属地, 企图进一步入侵台湾, 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, 明朝海防如同虚设, 直接被葡萄牙人攻城掠地, 登陆建立殖民地, 而强占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仅仅数百人, 至此, 澳门沦为葡萄牙殖民地, 直到1999年才得以回归, 家境迷信方数, 用事之臣都靠迎合邀宠德性, 全国正直之士被压抑打击, 官僚士大幅的风气, 习上就此大大恶变, 世风败坏, 一代政治也就没有希望了, 明朝就此走向了衰败。